您现在收看的是大中华新闻 我先设问 这个星期六就是完小节 中华和国中心每一年都在路口 设定来议会传统的高亚厅 他买到全部都会作为 欲试合同的教育基金 不过今年受到无限危险的影响 社会的林导检查 买去是差很多 好感谢 亚师傅申心事与团队 公开来到三天 下到高亚厅在卫定华会 当然要去美资社会民众资 中华和国中心明文表示 欧阅议会高亚厅华东 都是从过年后开始 这是今年受到无限危险的影响 为求林导检查 这个疫情来讲 大家产生的恐慌 那出来的人也很少 那我们目前是在这个大卖场 加入大卖场 那大家现在也谣传说 家乐府这边有受到疫情感染 其实说记者的一个报道 说大卖场 大家以为这边 但是事件的发生 并不是在家乐府 那家乐府这边 我们是以这边 为最大宗的一个 记者会的一个场地 大家不用担心 来到这边 因为疫情并不是在这边 但因为要去检查 大家要去影响到 留学的孩子还要去贵用 好感觉有神仙临书 先出完手 完出百万块的情况 因为妈妈生前 就非常注重我们子女的教育 在我们那个年代 因为家庭环境 不是很好的时候 妈妈就一直要求 我们要半工半读 自己要完成自己的学业 那在她有生之年的时候 都常常跟着我们在家府做照顾小孩 跟那个关心小孩子教育的问题 那在她往生之后 我们子女决定 由她的那个 手尾金里面 老一家钱 出来照顾家府的小孩子 中华家府中心表现 到玩笑着近情 中华本来有很多地方 都会在议会高兴 希望民众发挥爱心 还几十块帮助家府的健康童子 都中华西门 都市亮 中华彩虹报道